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武八雅居 给我滚进来吧 杨开冷哼一声 双眸爆出异样的光芒 神念卷动之时 便已将失去反抗能力的两人 收进了小玄剑 小玄剑内 法身早已迫不及待地等候了 一剑杨开将两人丢了进来 便一摧力量 单手朝两人召去 凶残抱贺 使天战法 等待祖弘和居天青两人的命运 无外乎是被吸成人根而已 停滞的时间再次流淌 小世界内恢复宁静 要原禁止中 高雪亭美眸之中 满是惊诧的神色 久久不能回过神来 先前岁月如梭印 对他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让他的思维出现了片刻的混乱 等他恢复过来的时候 祖弘和居天青居然都消失不见了 只看到杨开转过身 朝自己这边飞纵而来 高雪亭一脸的目瞪口呆 下意识地将药元禁止打开 这禁止之力操纵起来并不复杂 否则他也无法第一时间躲进这里了 高长老 你声势如何 杨开来到他身边急忙问道 高雪亭抬头看着他 翘脸上微微有些复杂的神色 上下审视 似乎要重新认识他一样 几年之前 这个青年的实力与自己差距巨大 可是如今 自己似乎真的需要仰视他了 高长老 见高雪亭一言不发 杨开忍不住又喊了一声 高雪亭这才收回目光 轻咳了一声道 虽然不轻 但并无大碍 休养一阵子就没事了 那两个人呢 被你打成渣了 可就算是被打成了渣 也应该有点痕迹才是 那两人简直就像是平白无故 消失了一样 死了 杨开咧嘴一笑 高长老不用管他们了 两个渣子死不足惜 高雪亭这才放心地点了点头 有些唏嘘道 你成长了很多 比大人预期的还要多 杨开挠头道 多亏了各路前辈的提前和户爱 小子才有今日的成就 高雪亭淡淡道 也得你自己努力 与旁人没多大关系 说着话 他又轻咳了几声 迎开联盟道 高长老 你疗伤要紧 我在这里给你护法 好 高雪亭也没有多说什么 灯下便放心地闭上眼睛 全力调息起来 先前杨开与祖宏和屈天青大战之时 但凡他有一丝可以动用的力量 也不会一直坐在这里袖手旁观 可见他的声势其实是极重的 如今大患已出 自然是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高雪亭的呼吸很快平稳下去 杨开这才有功夫打量且四收 这一片小世界已经被他彻底封闭了 没有他开启 谁也别想进来 所以杨开根本不需要去担心高雪亭 而这一片上古药源 却能引起他极大的兴趣 放眼望去 这里是有两片药源 每一片药源里都栽种了至少三百株灵药 而这些灵药 尽是高达万年 药灵的地级灵药 瞧得杨开兴奋连连 情绪无法自给 哇 曲彩霞枝 这可是炼制地转丹的主要材料 竟还衍生出了小材质 这最起码有五万年的药灵了吧 天玄雷花 花蕊竟成金色 遥光菩提果 怎么能有拳头的 这是怎么长的 太素龙颜草 这玩意儿不是绝节了吗 揪去碧莹花 一株株灵草 在杨开眼中 就像是一个个脱光衣服 摇曳身姿 将自己最美好的一面 展现出来的美人一样 让他看得欣喜振奋 眼珠子都冒出绿光 作为一个炼丹师 最幸福的是莫过于此了 成片成片成熟的灵药 摆在自己面前 任由自己采摘收集 这种感觉不是炼丹师 根本无法体会 他不断地在这药园中穿梭来回 兴奋地手舞足蹈 若不是怕打扰到高雪亭聊生 只怕是要狂笑不已了 此地如此多的地级灵药 竟只是占了两片药园而已 这里可是有十几片药园的呀 只不过其他的药园 肯定都已经被高雪亭等人采集掉了 换句话说 大多数灵药都在高雪亭和居天青 或者祖宏的空间界里 他所看到的不过是极少的一部分 而他所见到的这些灵药 就知上有三朵洁白的花蕊 还有一个拳头大小的果子 这果子的造型极为奇特 竟如一个缩小了无数倍的小人一样 放眼望去 四肢身躯头颅齐全 不但如此 那头颅之上甚至还有清晰的五官 阳开的目光一下子变得火热至极 心中掀起异果惊涛骇浪 尸声惊呼 生生果 这里居然有生生果 阳开使劲揉了一下眼睛 确定自己看得没错 这绝对是生生果无疑 于妙丹大帝三弟子 公孙母留下来的预见中 所记载的一模一样 生生果是炼制生生丹的主要材料 而生生丹却是能重塑肉身的逆天灵丹 一个武者若是被人杀死 而神魂没灭的话 便可以用生生丹重塑身躯再次存活 这种功效便是不老树都不曾拥有的 不老树虽能肉白骨活死人 甚至可以让人不死不灭 但是却无法让一缕神魂重塑肉身 可见生生果的逆天功效 此物与温神连与不老树一样 都只是存在于典籍之中 从来没人亲眼见到过 阳开怎么也没有想到 在这片上古药园内 自己竟然有幸能见到生生果 有了生生果就代表着他可以炼制生生丹 而有了生生丹就意味着他曾经答应天眼的事情可以兑现了 神游镜中那堪比大地实力的天眼前辈自诞生以来 便是神魂灵体从来不曾有过自己的肉身 让阳开在神游镜内历练的时候 与天眼说过 有朝一日会为他寻来生生丹 炼制生生果 让他体验下拥有肉身的感觉 可以摆脱神游镜的束缚 去见见外面的大千世界 天眼对此事似乎也极感兴趣 但生生果岂是这么好找的 而现在就有一枚出现在阳开的视野中 阳开神色疑速 双手上地缘缠绕 小心翼翼地朝那生生果抓去 少亲他轻轻一摘 生生果立刻应声落在掌心中 阳开赶紧将他丢进了早就准备好的浴盒之内 连打了好几道静置 这才放进自己的空间 阳开轻嘘一口气 有了这一枚生生果 他就有很大的希望能够炼制生生丹 不过在此之前 他的炼丹记忆得先提升一些才行 虽然他如今已是地级炼丹师 但地级灵药毕竟没有炼制过多少 仓促炼制生生果成功的希望不大 这普天之下 或许只有这一枚生生果了 如果炼制失败导致原材料回去的话 阳开肯定会留下心里阴影的 搞不好要影响到日后的炼丹水准 好在此地地级灵药如此之多 他完全可以先选一些价值相对比较低的灵药来炼手 相信假以时日 他在炼丹树上的造诣会更高一些 到那时候再炼制生生丹就有把握了 再观望了一阵 发现这药园里的灵药各个都是价值连成 不过却再没有如生生果这样让杨开惊叹之物了 他立刻动手采集起来 整整两片药园 几百株灵药 杨开花费了一个多时辰 才差不多采集完毕 还剩下大约二十株遗留在原地 包括那生生果的果树 这果树上还有三朵结白的花朵 若是能有个结白上千年 或许还会结出新的果子 只是杨开心有过滤 没敢去触动这二十株灵药 做完这些 杨开瞧了一眼高雪亭 发现他依然在调息聊生 而且似乎还要很长一段时间才会苏醒 杨开倒也不急 神念探入小玄界中 将祖红和居天青两人的光阶界取了出来 不出所料 这两人的空间界内 有大量采采集下来的地级灵药 应该都是这片上古药园的产物 除此之外 两人的空间界内 还有许多价值不菲的宝物 让杨开大赚一笔 两人的地宝 星象焚海刀和万寿印也都落入杨开的手上 那星象焚海刀也就罢了 虽然乔者威能不俗 但杨开并不喜欢用刀 所以也无炼化的念头 更何况即便他炼化了这地宝 对他的实力提升也不大 倒是那万寿印让杨开有了兴趣 这东西不比一般的地宝 似乎是能够封印妖兽惊魂的 对战之时 只需要放出惊魂便可克敌 对己身的消耗并不大 这个倒是可以送给张若曦 虽然张若曦似乎更喜欢用剑 但万寿印的威力不小 对他来说绝对是一件不错的宝贝 只要张若曦能够将之炼化 实力必定会提升不少 想到这里杨开神念涌动 将万寿印中属于祖宏的神魂烙印抹去 不大一会儿划光闪过 万寿印变得灰扑扑毫无光彩起来 他随手丢进了空间间 准备带出去之后便交由张若曦使用 在等候了片刻 见高雪亭依然没有苏醒的迹象 杨开索性取出了自己的炼丹炉 又找出了一些地级灵药 在原地炼起丹来 一日之后 正在专心炼丹的杨开忽然察觉有人在看他 他不禁神似移动 手上动作不停的同时朝旁边瞧了一眼 果然见到高雪亭美眸盈盈地望着自己 似乎是明白自己干扰到了杨开炼丹 高雪亭脸上浮现出了一抹愧疚的神色 也没敢说话 用眼神示意他继续 炼丹师在炼丹的时候 最忌讳被人打扰了 杨开是炼丹师 这件事高雪亭早就知道了 否则当年在四季之地的时候 杨开就不可能炼制出太妙的 所以一见杨开瞧了自己一眼 他就知道应该是自己的目光 干扰到了杨开的注意力 心中多少不安 反倒是杨开一脸无所谓的表情 笑嘻嘻地说道 哥长老 你且稍等片刻 弟子马上就收丹了 收了丹再来与你说话 说话间杨开神词一诉 一下子就将心神再次沉浸进炼丹之中 让高雪亭瞧得惊异连 只见一道道玄妙的收丹法诀 自杨开手上打出 那法诀似乎极为高深 竟暗合了一丝天道智力 高雪亭芳心狂震 美眸一下子泛起异样的光芒 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杨开的动作 不肯错过分毫 他发现杨开这炼丹的手法 竟能引起自己对武道天道的一些深思 让他在武道之路上将一切所需融会贯通 这简直有些不可思议 清阳神殿作为南域的顶尖宗门之一 自然也拥有着自己的地级炼丹师 尽管只有一位 可那毕竟也是地级炼丹师 高雪亭曾经有幸 远远地观望过那位地级炼丹师炼丹 但与杨开这炼丹的手法比较起来 神殿内的炼丹师 简直有些不堪入目 逐烈无比 如果说那位炼丹师 像是一个孩子拿着锄头 在田田胡乱地挥动的话 那杨开炼丹就像是手持一柄长剑 在月光下起舞 两者根本没有可比性 他跟谁学习的炼丹说 为何年纪轻轻就有如此造诣 不但如此 他还晋升了帝尊经 高雪亭心中一阵 他默然发现 那些所谓的天才弟子 在杨开如今所取得的成就面前 统统都要黯然失色 恐怕连那诸位的大帝的子女 都无法与之相比 时间似乎过得很快 又似乎很慢 正当高雪亭沉浸在那奇特的感悟中时 那引起他对于天道舞蹈共鸣的感觉 忽然消失了 他微微一惊 再定眼瞧去 只见杨开手掐灵绝 口中低喝一声 宁 叮铃铃 那小小的炼丹炉内 忽然传了一阵清脆悦耳的声响 杨开侧耳倾听了一下 眉头微微一皱 似乎对这一次的炼丹的结果 有些不满意的样子 高雪亭亚然 他虽然不是炼丹师 但也知道这一炉灵丹应该是炼制成功了 从那丹炉内飘荡出来的异箱可以推断出 这炉灵丹是地级灵丹 而且品质应该还不低 就这样 他都还不满意 他要做到什么程度才算满意啊 杨开也伸手一排丹炉 震动之下 三枚圆滚滚 响起扑鼻的灵丹 从丹炉内应声飞出 被杨开引进一个浴瓶之中 瞧了一下 杨开一瞥嘴 随手就丢进了空间界里 转过头 微笑地望着高雪亭道 让高长老久等了 你身体怎么样 沟雪亭答道 恢复得七七八八了 本就不是什么致命伤 顿了一下 他祈祷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而且还直接找过来了 杨开道 是陆文陆师妹传讯给我的 他将自己路过昆元城附近 接到陆文的讯息之后的事情 简单地说了一遍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雅鞠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